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552集 系主任也听出点不对劲 季儿这话说的挺不对的 季江源愿不愿意回美国 那是季江源的事 是季家内部要解决的问题 不能因为搞不定季江源就跑来找别人的麻烦吧 系主任的眉头微不可查的一皱 这种事还让学校来处理浪费教务资源 呃,季师 季同志啊 你问过季江源同学本人的意见没有啊 这空口白牙的不好来找孝兰同学吧 年轻人要是储上对象 同样的不讲理 啊,她居然在心里用中年女人形容季师妹 系主任也受不了季雅形象变化的落差 心里很是难受 季雅冷横一声 压根儿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系主任有点头大 瞧在季老的面子上 季师妹的事她能帮就帮 但也要季师妹有道理啊 这不是胡搅蛮缠吗 她只能有头和官慧鹅交流 关同志啊 这件事的确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没有深入关心系里的学生 对于夏小兰同学生活上的关心还不够啊 今后我们一定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在华清上学的每一个学生 我们都会保护 这种事肯定不会出现了 我们会找季江源同学谈话的 季雅不讲理 季江源总会讲道理吧 孩子小时候是家长约束孩子的行为 因为小孩不懂事 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孩子长大 家长上了年纪 说不定就会犯糊涂 要不怎么有老糊涂的说法呢 这时候就需要孩子去约束家长的行为 系主任说要找季江源谈话 季雅就不同意 这和我儿子无关 我让夏小兰离开她 或者送他们一块出国都是好意 系主任理解不了 语重心长的劝 季师妹呀 孩子长大了该放手 不管你是不是好意 你的行为对夏小兰同学是困扰 恐怕你儿子季江源也不想看到这一幕 如果你不对夏小兰同学道歉 我就要找季江源来谈话 你必须保证 不再因为这种没有根据的事来华清找夏小兰的麻烦 要回美国 这不还没回去吗 想必美国的名校也要考量季江源的档案吧 系主任觉得今天老脸都丢尽了 刚才进来干嘛要脱口而出季师妹 她要不是态度强硬点 官慧娥和夏小兰瞧着呢 一定觉得她没有秉公处理 系主任竭力调解 其实也是看在季老的面子上 哪知道她这个霍西尼的态度 却激怒了官慧娥 官慧娥瞧出来了 学校根本管不了季雅的行为 不管系领导说什么 季雅无动于衷 也是 学校又不是公安 季雅的行为恶心人 却也不是暴力犯罪 季雅要是不配合 学校也拿她没办法 不可能因为季雅的不妥行为 就把季江源拎出来给处分了吧 只能是找季江源谈话 让季江源搞定自己家里人 不是官慧娥看不起人 就算没见过季江源的面 那小伙子肯定是搞不定的 要不 季雅不会两次找上夏小兰 论破例 那是远远不如她儿子周成的 周成把夏小兰带回家之前 她是坚决不同意的 但抗不过周成的坚持啊 官慧娥心情很复杂呀 周成年纪和这些大学生差不多 有破例是好事 这破例用来对付亲妈 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但壤内必先安外 现在得把季家给踢走 夏小兰和周成的事 关起门来慢慢解决 算了吧 我看您拿她呀 也没办法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姓季的 要是再敢欺负小兰的话 她做初一 我就敢做十五 季家在教育界呀 也是逃离满天下 季家人替她蒙羞 没人能管管季家犯魂 这事啊 我来管 关慧娥不想再和季雅瞎扯 就季雅这样办事的方法和态度 早晚要替季家 把人全得罪光 当然 季雅肯定不在意 人家都是在国外生活 动不动还要带夏小兰出国的 想必在国外日子过得不错 哼 嫌华国待得不舒服呀 关慧娥还偏偏不信邪了 她非得叫季雅窝在国内不可 瞧季雅那弱不经风的样 多大年纪了 还和小姑娘一样柔弱 像个当母亲的样子吗 学了一身资本主义的做作 小兰 跟我走 天下呀 肯定就有讲理的地方 季雅不讲理 好呀 关慧娥最不怕不讲理的人 周家要是做点啥 也不算欺负季家人对吧 季老是季家的护身符 只要季家人踏踏实实工作和生活 这个护身符 还能护住他们不少年 现在 是季雅自己 要败坏季老的名声 关慧娥一定会 成全她 哎 关同志 关同志 系主任跟在后面喊了好几声 夏小兰被关慧娥态度强硬带走 对系主任的着急 表示爱莫能助 眼瞧着关慧娥和夏小兰 消失在走廊里 消失在走廊里 系主任才对季雅长须短叹 哎呀 季师妹呀 你以前多凌厉的人呢 怎么一扯到儿子的事 就如此的固执呢 大家明明能和解的 非要闹得不可开窍嘛 哎呀 夏小兰同学也不是软柿子 学校不鼓励学生处对象 夏小兰还处了 人就是大大方方的 没藏着掖着 夏小兰是玉南省人吧 父母不能来替她出头 今天这个来的是未来婆婆 季雅做错事却不承认 固执己见 夏小兰同学的未来婆婆 看样子也不是吃素的 系主任犯愁啊 看在季老的面子上 她肯定不想季家惹到麻烦 那她也管不住季雅呀 系主任觉得心累 她劝季雅没用 决定一会儿 把季师哥的电话翻出来 这事儿得给季家其他人打个招呼 乔治紧紧搂住季雅 亲爱的 她刚才说了什么 你不要害怕 这里是花果 对美国人有优待 我会尽力帮助你 和江远回美国 系主任偷偷翻个白眼 美国人真是太开放 这里是学校办公室 当着她就搂搂抱抱 当她不存在啊 当她听不懂英语啊 对外宾是有优待 可那是普通老百姓和外宾比 也要看外宾是啥身份呢 来给华国送钱的 来给华国提供技术帮助的 还是带着政治友好来建交的 什么都不是 那是外国人不是外宾